天国的祝福不是从环境开始 天国的祝福乃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品格而来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 也就是心灵有很大空间的人 虚心就是让你的心灵的空间扩大 有很大空间的人 天国都会是他们的 天国是给虚心千倍的人 八福所说的福是生命自然带出来的福 那个福是追随你的福 天国的祝福不是从环境开始 天国的祝福乃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品格而来 最重要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丰盛 生命祝福带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刘子妹你要得神的福 先把里面的空间腾出来吧 如果你愿意谦卑 每一次的虚心其实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 仰望神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知道我不足 我不能 一个人觉得无有 你就有学习的空间 当你觉得你满满的 你觉得你有 你就没有学习的空间 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 也就是心里有很大空间的人 虚心就是让你的心灵的空间扩大 有很大空间的人 天国都会是他们的 天国是给虚心前卑的人 你用这些盼望 天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天国成为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推动力 天国成为我们生涯规划的目的 当我们有一个前卑的态度来寻求神 上帝会使我们过去的失败 转变成为我们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